基本上是這樣講 現在真的有點見拔弩張 立法院裡面 然後立法會員外面 不過我們呢 我是今天早上看以後 我是對立法會員外面比較安心 可能到了下午的時候 晚上的時候 明天又是休假 可能人數上市三萬 可能這次是五萬六萬九萬 不知道 可是呢 他們一到早之後 我在他們社群裡面看到這句話了 所以他們不會衝 我們沒有要衝 對不對 所以他們應該是 他們沒有要衝 沒有要衝 但是他們要算 要算清楚這些帳 可是呢 另外一個立法院這邊 經過禮拜二到這個時候 他們模式也清楚了 早上準時七點 就要開始衝破大飛 好像是我們那個 在過年的時候搶福袋一樣 所以七點的時候就要擠在門口 擠在門口 那國民黨呢 慢慢的呢 幾個漢超比較好的人 而且開始學會像抗爭一樣 手攔著手 不讓民進黨衝進去 所以代表他們有進步了 有那個技術上有進步 但是內容和素質 那是另外一回事 然後這個時候就衝進去了 然後衝進去又到了那個議場 要去搶贊主席臺 不過今天這一次呢 終於民眾黨除了黃國昌之外 還有一個人 也被人家認識到 叫麥玉珍 那就是在推起的過程中 他跟後面林淑芬 然後兩個人開始先有口角 然後就看到兩個人有互打 然後現在說互控是你先動手 還是我先動手 但是就看到有一個這個小小的衝突 不過在這裡面呢 我們會看到說立法院呢 國民黨對於我們臺灣的整個 所謂的體育護具 這樣的股價是很有貢獻的 國民黨呢 像上次呢 先是陳玉珍對不對 戴了拳套 然後後面上個禮拜呢 禮拜二的時候傳出來 徐曉清買了二十萬 然後現在你看到國民黨每個人呢 這種體育用品體育護具 我去查了一下 好像有好幾黨的股票 我就要去趕快研究他們的股價 在國民黨的支持之下 會不會越來越上去 然後今天回來的時候 當然現在的問題就是 禮拜二二讀過了幾條了嘛 然後今天就要繼續衝 那今天會不會到下午的時候 繼續要挑燈業戰 晚上是不是又跟上次一樣 要弄到那個韓國瑜 要下班之後才能夠新收小菜 或者是繼續延續 或是如果今天沒有 下個禮拜二會不會繼續 下個禮拜五會不會繼續 可是你要看到 整個氛圍有點不一樣 我們重點在外面 外面的時候呢 上午大概是一些學生 或者是一些 然後晚上可能就是一些上班族 會繼續補下去 補下去裡面呢 其實他們很重要的一句話 就變成他們的一個口號 就是選對的人走對著路 但是選錯的人青島東路 然後他們現在又抱怨 他們覺得他們明明選對的人 但是因為國民黨和民眾黨關係 害他們還是要去青島東路 然後另外呢 裡面核心的一個人物 所以也會是今天接下來會被大家 關注的重點 就是黃國昌 因為他們有很多口號都想說 十年前我因為黃國昌在這裡 十年後 還是因為黃國昌 我還是因為黃國昌在這裡 所以今天這個狀況 那就看了 接下來今天將要三讀二讀 然後你要把這個紛爭 弄到什麼情況 而在這個情況裡面 也會讓全世界發現很奇怪 美國日本 昨天林峰鎮一聽到中國經驗 就直接講了 東京會嚴正和明確地告訴北京 台海和平至關緊要 可是你會發現 因為整個立法院裡面的狀況 台灣更關切的是 立法院裡面 今天還會發生什麼你無法想像的怪事 然後外面的群眾到底有多少人 而這些人造成的壓力 到底國民黨和民眾黨會去怎麼面對 OK 現在看起來的話 蘇惠 會不會擔心這整件事情 變成十年以前的太陽花在線 因為現在看起來的話 人當然唯一可能差別不大 太陽花那時候是衝進立法院 然後佔據了立法院 佔據了好長一段時間 但是這一次你會發現 剛才為什麼創下拿那個牌子 他們講說他們沒有要衝 就是他們裡面一直告訴 互相告訴大家說沒有要衝 可是這個人群如果越為越多 今天甚或開始有物資 然後已經送到包括靖南教會 或什麼什麼那些地方 會不會越劇越劇到最後 整個情況會失控 對你們來講的話 裡面的表決跟外面這些壓力 會造成什麼樣的影響 我先講啊 為什麼十年前衝了 十年後他們都說不要衝不要衝 為什麼 執政者不一樣嗎 十年前衝的是國民黨的馬英九 十年後不敢衝民進黨的賴清德 所以外面那些人是誰動員的 一清二楚 五月二十二 我先講 五月二十二的時候 因為我們議會還在開議嘛 五月二十二的時候 我就遇到議會很多民進黨的議員 每個人面露菜色 就問他們說翻什麼事了 好累喔 昨天在那邊揪人到立法院去 包括說群組我們也有人跟我們講 然後這個當事人也有講 反正那一天晚上的議員也有到現場 也有糾正的 這些也都不用騙了 這是一個 第二個我會覺得有點感慨 就是我也是民意代表 我覺得以後選舉沒有什麼用 為什麼 不管議場內的多數是誰 如果說不滿意的那一方 就糾正來包圍這個議會或國會的話 那請問一下選舉的民意代表什麼呢 不管他今天是三萬人五萬人 當然他們都代表民意 可是我要說 我一個落選的都有七萬票 這七萬票也是民意啊 只是他們沒有來到現場嘛 對不對 所以到底是以選舉投票的 那一天的民意為主 還是以 起步一邊的時候 我就糾正來包圍為主呢 那以後我們的民主的運作 在議會裡面 在國會裡面 變成誰多數不重要啦 誰有能力揪人才重要 今天如果藍綠白任何一個政黨 鐵了心要揪眾 哪怕是民眾黨 他都有辦法搞個五千人一萬人 大家相信吧 如果他鐵了心要揪眾 藍綠白如果三方都揪眾 好啊你揪眾我也揪眾 那我們臺灣就變成 蠱惑仔那樣子的情況咧 大家都老一千人啊 先場外拼個輸贏 場內也拼個輸贏 這樣子 我說真的這樣真的是正常的民主嗎 包圍立法院的是民意 但他們真的是大部分民意嗎 他們真的沒有被糾正來嗎 他們有多少是我們認識的熟面孔 他們有多少根本不知道說 現在在表決法案是什麼 尤英龍老師做的民調 有五成八的民眾 大體上是支持藐視國會罪 藐視國會罪什麼叫藐視 我講一遍 大家就覺得那根本就是官員 應該像小學生一樣遵守的事 第一個不可以無顧不到 合理吧 第二個不可以反質詢 合理吧 第三個不可以做偽證 合理吧 那這些都合理的事情 那只是說用在法條上面 那請問一下跟外面的民眾沒有關係啊 當年的國安武法跟反滲透法 是針對一般民眾 在立法院裡面還有勞基法 2017年的勞基法修法 針對一般民眾 有這麼多勞工團體都反對的情況底下 民進黨還是通過啦 那今天的國會武法 最直接受到影響是誰 是那一些官員們啊 他跟一般民眾 什麼不要說什麼什麼土豐五大媽 被交到立法院聽這種笑話 哪個立委敢做這件事情 那個立委自己先被人家罵死 不過現在整個來看的話 波恩你們有動員嗎 這場外這麼多這樣的一些人 而這裡頭 先不管說法條一些內容啊 或什麼那些 而這整個親信對臺灣 朱一仁當喊出民主內戰的時候 那剛才淑慧的意思說 如果大家都揪人 未來會變怎麼樣 我覺得今天剛好這個共軍在環台演戲 在這個節骨眼上 那這個國民黨刻意在立法院製造 這樣的一個混亂 讓我們覺得非常的疑看 那同時我認為你有證據指控 那我接受 游淑慧議員你只要提出一個明確的證據說 民進黨的黨公職有人動員 有人這個動員群眾去那邊 然後可能要進行任何的這個事端等等 你告訴我 我立刻送我立刻送黨內處理 黨紀處分 我可以在這邊這樣講 如果沒有的話 我請游淑慧議員請你公開道歉 因為你要指控太嚴重 但我會告訴我們 請問我們今天這個公民自發的運動 在那個現場沒有任何一個政黨的色彩 我我我簡單講一句話 假設今天那些群眾是民眾民進黨有辦法動員的 民進黨早就過半了 而且還不只過半我跟大家講 所以這裡面太多的假消息 我可以跟大家講 你說誰動員 我這邊就可以舉例 這是昨天在廖 廖偉翔後援會他的那個群組裡面 有人就真的在動員啊 他說什麼 他說為了為了這個聲援立法院 中央預計在5月24號星期五早上動員 動員每區30人 這裡面電話姓名什麼 通通都有啊 大家可以去查證啊 我講的是不是實在話 昨天啊 這個 我們的這個吳思雅委員 他開記者會 他也是拿出證據來啊 大家可以去查 這裡面都有簡訊都有動員令 請問是不是有名有姓 大家都可以去查證啊 好另外昨天啊更讓我們覺得可恥的是什麼 你知道現場群眾最擔心的就是亂 所以我們啊就是都不敢 不管有任何的動作 更更不要講說動員 我們都很怕裡面啊 有刻意知識的分子 所以我們在提醒我們黨公子 千萬不要受到這個傷惑 千萬也不要去那邊喊衝什麼什麼 你可以關心啊這個關心 但是你千萬不要去那邊 這個製造任何 被人家製造任何話題的這個事端 結果昨天竟然有 國民黨的這個總召傅昆奇 他公開講哦 他說綠營的民代動員 從中南部動員上來 說要去現場知識 我請問你你證據在哪裡 傅昆奇結果昨天更可恥的是 他們昨天還發一個公文 中國國民黨黨團發一個公文 他說 據媒體報導民進黨動員中南部黑道 將對在野黨立法委員進行人身殘害 但是我的天啊 這是哪則媒體報導 你告訴我 這個媒體報導引述的就是傅昆奇的話 自己講一個話自己造一個謠 然後媒體把你的話句名寫出來 然後你引用這個報導來說 民進黨要動員這個黑道 上來殘害這個 這個國民黨立委的人身安全 你坦白講這就是很明顯的製造假新聞 製造假訊息嘛 所以我在這邊啊 我正告這個游史惠議員 你剛剛所講的任何話 請你拿出證據來 我剛剛講的每一句話 我都提出證據來 我退一彎步來講 五哥 今天如果這個法這麼好 你就照正常程序來就好了啊 你甚至在裡 你應該鼓勵大家多討論 大家越討論 大家越知道說 哇國民黨的這個 國會改革法案有多好 問題是他們為什麼不敢討論 為什麼在委員會不敢討論 在院會不敢討論 然後不斷的扼殺 很簡單嘛 他們就是怕討論之後 讓大家發現說 喔原來這個法案啊 不但不是國會改革 而是國會濫權 我再給大家講 我舉例來說啊 立法委員每個選出來 單一席式立法委員 這個責任有多大 他們講資權很神聖耶 我請問 為什麼立法委員 過去長期以來 這個本來要居民表決 居民表決 是對自己負責 對選民負責不是嗎 你看這幾次爭議的法案 通通都是舉手表決 好國民黨講一個理由說 我們如果不舉手表決 那你們會去佔領主席台 那我退一萬步獎 你們也可以用點名表決啊 點名表決 你們人可以在現場 只要喊到說 何博文用我贊成 就這樣好了啊 他不願意喔 他們可以跟人民大會堂一樣 鼓掌表決 所以嘛 現在甚至我跟大家講啊 他乾脆發明一個方式 大家來比看誰的聲音大 喔 贊成反對 看誰量分配 看誰分配大 可以這樣惡搞嗎 你知道竟然裡面有表決 民進黨黨團 這個贊成的48人 我們在想48人 我們51人耶 那剩下三個是誰 當然要具名表決 我們又查出來黨紀處分啊 你想想看 全部啊 現在立法院公報 全部都是舉手表決 舉手表決 到時候大家都不認帳 一個立法委員可以這樣嗎 面對歷史關鍵重要的法案 你可以如此不負責任嗎 所以我認為在這邊講 民主政治就是責任政治 大家講話要憑證據 要憑實證 大家要負起責任 不要在那邊胡扯鬼扯啊 OK 所以要婚姻嗎 我只能說啊 民進黨一直在很多地方 都刻意的去模糊化 譬如說記名表決這件事情 舉手表決算不算記名表決 如果你去看大法官768號市制 他已經有說了 舉手表決 機械表決 都叫做顯名表決 為什麼 因為我們現在都有錄影啊 那為什麼不敢點名表決 都有直播 因為現場的這個卡 表決卡 藍綠互相說 你選過立法委員的 你連點名表決 你都不懂 拜託 你有看這個影片吧 點名表決是舉手 喊你的名字舉手 請問這有什麼問題 你說的機械表決 今天民進黨一直說要記名表決 記名表決 是不是要按那個表決器 點名表決不是記名表決 點名表決 是另一種形式的記名表決 可是我問你 你也當會議員 我問你會議規範 還有立法院的行使之群法 是不是有說 你當然可以選擇一個最漏的啊 你當然可以選擇一個最漏的啊 你現場連清點人數都不敢 你連到底現場多少人都抽不起來 五個 我們可以說投票投出來 現場投票的數目 比這個現場的人數還多 你覺得這樣的表決合法嗎 你覺得這樣表決合理嗎 一個立法委員 是經過多麼神聖的選舉過程中出來 我舉例來說 你這些不用對人民 民進黨團 一直用各式各樣的議事規則 在延宕程序 譬如說 譬如說 連你藍綠白三個黨團的版本 一模一樣的文字 那他也要求表決 好 那表決他又支持國民黨 又投一下贊成 所以有一些程序 我們都在議會過 沒有爭議的條文是沒有表決的 就是直接一直念過去 但是當你每一條都要求表決的時候 你就是在延宕議事程序啊 我甚至懷疑你連議員 這種企圖 你在台北市議會 你朝野協商要通過 才會沒有爭議 不然請問為什麼叫沒有爭議 這個法案 什麼叫做沒有爭議 你告訴我 之前勞動基礎法 朝野協商都沒有通過 請問現在什麼叫沒有爭議 勞基法的修正當年 你們還把時代的議員也拖出去 我先問你 為什麼不要扯 你們當年做的現在都不要扯 不是 你連最基本的程序 你都不懂 一樣的現在你看 一件事情就是說 當然啦 這是軍演 中國是自嗨啦 你可以看到很多事 連我們股票 賬連賬幾天 他都認為是因為軍事演習啊 台灣裡面有很多人要回歸等等 然後你看 微博裡面的熱搜 台灣當歸是熱搜第二名 所以他們也蠻自嗨的嘛 當然你說這一次的演習是針對誰 當然毫無疑問是針對賴清德就職後的演說 這個沒什麼好爭議的 當然你說傅崑崎剛去怎麼樣怎麼會這樣 我一聽完的時候我直覺是你會不會太瞧得起傅崑崎 哈哈哈哈 中國對台灣不是中國對台灣的問題 對我國的問題 是誰去誰回來可以改變些什麼事情的嗎 我覺得不是一個人可以改變的嗎 那傅崑崎 傅崑崎去的時候不是講 其實要幫台灣帶很多經濟上各方面的一些這些嗎 包括要幫花蓮啊 那個是一碼歸一碼嘛 那這個花蓮派軍機偵查一下 目前地震的善後情形 所以我覺得 不會是因為一個馬英九是傅崑崎去了 會改變中國對台灣裡面的重要的 或是他們認知不能退的態度 我覺得改變不了 好那這次傅崑崎跟黃國昌 在這整個這一次的國會改革案裡面 是扮演最重要的樞紐角色了吧 那當然那當然那當然啊 就是說黃國昌當然是一個重要的角色 四次散會黃國昌不舉手 國民黨就倒了啊 那四次的散會的時候 剛好是吳宗憲當主席啊 他不舉手不會形成六比六 主席可以表決啊 他不舉手六比五散會了 國民黨也就不用審了 所以黃國昌為什麼不是樞紐 他當然是樞紐啊 他最重要 在委員會他是最重要的 他最重要的他不舉手 國民黨的案子審不下去了 所以當然黃國昌會變成一個樞紐 光是在委員會能把案子送出去 我們先不講 符不符合程序 符不符合正義的問題 能把這個案子送出去 沒有黃國昌送不出去啊 那到了院會他為什麼一直直播啊 啊 一直直播 就 你看人家都攻防成這個樣子 但他最重要的事就是直播 對 因為工房 工房裡面他就躲在旁邊去嘛 找一個最安全的角落裡面 最安全的角落裡去做直播嘛 然後不是最安全 他在韓國瑜後面也是最顯眼的角落 然後欽翹的臉龐 沒有任何一點點黑色 那邊是很清楚的一件事嘛 當他在那邊直播的時候 他也很努力啦 幫國民黨的立委把那個椅子給 那個用繩子幫他 不然我在那邊直播 從後面撞進來怎麼辦 所以安全措施也有協助做 當然直播很簡單一件事嘛 他直播的目的是要對自己的粉絲做交代嘛 不然他每一個條文都要說明覺得 不是對自己粉絲的話 外面場子很熱啊 出去外面解釋啊 出去外面 外面喊的聲音大概 超過一半以上在喊 所以他出去更有魄力更能解釋啊 出去跟外面解釋啊 他就是不出去 不出去有他自己的衡量嘛 那三萬多人出去被包圍 可能也進不了立把院了 所以某種程度上 他只能去透過直播去講嘛 那不然真的外面的質疑 你乾脆出去外面跟外面人質疑說清楚嘛 那就在裡面搞直播 而且選在主席一台裡面 特別靠近韓國瑜的位置上 我們是一起的 韓國瑜對 對聲蘭德影響力 他是什麼影響力 一起的 然後走過來跟傅崑吉是一起的 走到新北跟侯友宜是一起的 就為了選舉嘛 選舉流量的問題嘛 所以他要用流量壓死柯文哲 這一招就很好用啊 也許柯文哲很希望他出去到群眾拿去 然後你就說國會裡面搞成這樣 我先問你一件事喔 你在立法院多少年了 我在立法院 我從第一屆第八十九會期在立法院 開始跑新聞 有三十嗎 超過 有三十 第一屆就超過了 你在中間看過這麼多立法院裡面打打打 因為大家都看到嘛 我就從朱高正跳桌子開始一路打 中間經歷過了 大家還耳熟能詳 有冠三秒礁的 有拿鐵鏈鎖門的 有什麼嘛 對 然後那個奧之哥李奧大師那時候 還拿過那個滅火器的 什麼都有 還有被鞭炮的 還有剪勞力士的 這一次的藍綠之間打 我們大家都開玩笑講說 有很多打是打給媒體看的 但這次打是不是有點打真的 痾 狀況裡面有一部分是看來是打真的 真的喔 打出火氣的那種 對對對 當然 呃 國民黨裡面大概 他這一屆是國民黨平均最年輕 對 嗯 換言之有太多的年輕立委進來立法院 嗯 那 年輕的立委 不管你是沒有當過議員或是當過議員 其實看到這麼大的場面在對對抗 其實就有裡面的人就 我問說啊 為什麼黨中央都不去管一管立法院 嗯 黨中央沒有管啊 黨中央還派人 去協助那些新科立委拍影片啊什麼的 那新科立委裡面在這一個這麼大的場面 第一次參與的時候 其實也蠻興奮的 嗯 蠻興奮的 然後蠻亢奮的 然後那個嗨到就是要打就真的來打了 要打就來打 而且還有打到那有點意猶未盡 然後他還可以場外還可以相約場外決鬥 場外決鬥啊 場外決鬥啊 啊怎麼樣啊 所以這一次看來齁 某種程度上面在推擠的過程當中 也不是那麼的有奮激 推你就推你 不然要怎麼樣 你敢從上面過來 我們就敢把你推到地上去啊 所以可以看得出來這一次是 打得有點嗨啦 就在那個場面裡面有點嗨啦 那嗨到的時候你會發現 資深的立委都退旁邊去了 因為體力不支 然後靈活度不夠 受傷程度可能相對會機率提高 可是我發現一開始五一七那天 郭果文的靈活度很好 他尤其是衝上主席台 抱走那個公文的那一刻 那個橄欖球然後每個籃都攔不住 很多人都非常訝異 對公文委員 腰絲柔軟 你會在一個這樣一個衝突場面 看到很多立委傑出的表現 在衝突中有傑出的表現 出一樣 就是說 我從來也沒有想過 郭果文也認識嘛 他從台南 他當台南縣黨部主委 那很年輕的時候 黃偉哲那時候都還在選國大的 那個年代我們都 我也沒想過 他當立委跟他吃飯 也不會這個樣子啊 誰曉得他今天的表現是這樣 我也蠻訝異的啊 那請問一下 其實如果這樣 等一下我先問一下 郭文 林淑芬委員 林淑芬委員 感覺上像戀家子 因為他跟邁玉珍兩個人 林淑芬那一拳 感覺上蠻Pro的感覺 他在健身堡練過 就是他今天是剛好下來 然後遇到邁玉珍 邁玉珍要擋他 邁玉珍這樣揮他 然後他被揮到 他就很氣 然後突然一個右勾拳 右勾拳出來之後邁玉珍 他這一口氣他也吞不下 他出來也是用腳踹 那你就可以知道說 這個真的是 大家那個打到真的是 真的是動肝火 那我覺得越是這樣的情況下 我們越越要呼籲啊 真的大家希望可以照程序走 我簡單講一句話 過去我們也在國會也多數過 我們多數過那時候 國民黨一樣啊 這個不管各種法案 他一樣要背隔抗議 你記不記得 那時候我們為了表決 我們24小時不斷練表決 那時候按海戰術 那是隨便改一個字 改一個數字 然後他就提一個按 我們就一樣表決 那我要問 這就是一個程序嘛 你總要走嘛 我們今天為什麼會 那麼多委員那麼氣憤 你在委員會 我要討論的時候 馬上就說我們停止討論 然後也有表決 表決停止討論 然後呢 要這個交付這個黨團協商的時候 一要協商說 要如果要協商 協商就交大院 然後到大院 大院的這個協商一樣 你就是只能夠什麼三個人 然後大家講一講 然後就都出來 那我的意思說 以前我跟那個商業務 在立法院的時候 那時候朝野協商 那時候是被批評 對你以前也是記得 那時候被批評叫密室協商 可是我跟大家講 那個時候的密室協商 事實上才最公開透明 為什麼你知道嗎 因為裡面各種人物都可以進去 除了委員會 三長委員會相關的之外 助理也都可以進去 出來大家都知道說 哪個委員真的是 是在要什麼東西 OK 現在大家在對著鏡頭 誰敢講真話 那另外一個歧視 那我意思說 你今天如果照這個 程序正義來走 我覺得大家沒有意見 可是今天很多事情全部都 都被 尤其這個舉手表決 我相信啊 王金平院長當院長的時候 那時候是民進黨少數 我相信王金平院長 他除了一個所謂的 堅持不動用警察權 這個部分受到肯定之外 我覺得還有另外一點 我這次終於發現 王金平院長那時候多厲害 至少他沒有動用 所謂舉手表決 這個舉手表決 對民主之傷害啊 對責任政治之傷害 不然你至少我剛剛退部 這個有所謂議員 我剛剛跟他溝通說 這不然至少退部 你至少是點名 點名表決 你至少知道這個委員 他的認知他的立場 他會自己的政策負責 今天不是 今天那個表決 簡直比國小班會都還差 國小班會 人家都還有紀律 你看我們今天 那個整個表決過程中 我認為那個未來 都有嚴重的 這個司法性的問題 我認為今天光是 討論要確認上次的會議紀錄 都會有問題 不會啦 但是禮拜五跟禮拜二 當然會比較熱鬧 因為這個是 因為我們是先錄 還是先提醒一下 事實上大概這次 就是反對這個 國會這些案子的群眾 也有做一個slogan 或者一個策略 還是先跟大家提醒一下 就你因為某一個程度 兩邊的市議員都 或者民意代表都有一些人 有帶人進來 可是等一下我再講這個問題 但是萬一搬完之後下班之後 如果有不同立場的人遇到 怎麼辦 拜託 第一個你不要挑釁別人 如果你被挑釁了 能做什麼 你不要跟人家正面衝突 離開 然後如果前面的人後退 這時候不要你不要往前衝 那如果發生衝突的時候 如果旁邊有警察 這個時候對臺北市警察局的考驗很大 蔣萬安蔣市長 這是一個你表現的機會 處理好警察這個時候很重要 有人受傷 趕快找醫生或者救治 這是第一件事情 因為入業以後的變數比較多 今天會到十二點 物資一定會有來 因為既然有那麼多人 就會有物資進來 那我們現在回顧我來講 剛才幾件事情 到立法院抗議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年金改革的時候 民進黨絕對多數 國民黨那個時候被笑說 好像連修憲權都沒有 修憲體愛權都沒有 年金改革 可不可以去抗議 當然可以 因為你不透過這個方式 無法表達 那重點是什麼 不能亂衝 年金改革的時候 曾經有發生過悲劇過 有一位好像上校 因為攀爬 攀爬造成不幸 這個故事 這個記憶 大家要記得 然後勞基法修正案的時候 民進黨要過 民進黨在那個過程當中 有沒有學到教訓 絕對多數 蔣萬安為什麼會在委員會一站成名 一站兩個小時 充分充分討論 那蔣萬安那個受制立法委員 那兩個小時 是不是也奠定了他的 他的那個特色 那民進黨 那時候為什麼會讓 這個在勞基法的時候吃到憋 想要求快 求快又沒有充分討論的結果 你在2018年看到了 那年金改革的時候 大家可以去看立法院的紀錄 是不是有充分討論 雖然投票結果 所以你在看這個過程當中 有沒有討論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就像說 因為 蘇惠議員不是 不是在立法院 我就一直 我一直想 想問國民黨的立委 為什麼那個調閱權會 會把會升到那個偵查中的案子 我不知道為什麼 一夫你自己判斷今天 因為今天還有 還有四十條左右 都還沒二讀耶 所以如果還有四十條左右的話 照禮拜二 禮拜二大概只二讀了十幾條 二十幾條 如果照這樣算外面 又有這麼多人 你知道群眾的情緒跟那個按耐性 是會隨著時間延長 會越來越不耐的那種感覺 如果今天到五月十二點 今天沒有過 你覺得今天會過嗎 這個法案 可能性不高 OK 三讀絕對不可能 那如果這樣 就下禮拜二再戰 所以大家就 每天現在就開始 每個五 每個禮拜五 禮拜二大家就一直這樣 不斷重複這樣子嗎 因為好 因為你算雖然四十條文啊 但是蘭怡裡面都在修正案的時候 其實有很多條是不予修正 不予修正 不予修正 你不予修正 我就讓你過 我民進黨就要跟你拖一層了 我不予修正 我也要跟你表決啊 對不對 因為你說不予修正 還有其他的修正版本啊 所以我一定也在跟你玩嘛 所以 看得出來如果還剩四十條 那個拖的時間性 真的有點難過 今天有一點要說 要二讀通過的可能性 我個人認為是不太高啦 那不太高的情形之下 外面 因為場外跟場內 其實某種程度上 他會有聯動的關係 當然啊 因為沒事 民進黨的委員還會到天橋上面 跟群眾大家制個議或什麼 然後這邊又喊著叫黃國昌 又什麼 他一定都會有這樣 我不曉得 因為以前 可以稍微致議一下 以前是 大型的審議的時候 他們會架那個直播電視 那個大螢幕 所以外面的人 會知道裡面發生什麼事 那他會產生一個連動性 他會產生一個連動性 那整個是 我們就說一句話 當這種群眾 越晚 是越容易生變的時候 但是越晚 下班後也會比較害 對啊 而且人會越多 越來越多 所以他是一個最最大家會最危險的時候 那當然如果今天不會過 會不會會有一些衝撞的問題 我覺得還不至於 你說你看這幾天 外面雖然聚集這麼多人 但相對來說的表現 喊口號等等 還相對算是一種理性 當然有零星的人 假冒記者 什麼進立法院送花等等等等 那當然畢竟還是少數一些人 但是我覺得會不會長久 我覺得這一次蠻有趣的 我上網看了很多 然後金孫孝順手冊裡面 特別談到一個 什麼叫金孫孝順手冊 你說克金阿公阿嬤 什麼叫克金 其實克金是日本語來的 就是在遊玩手遊的人 遊戲中花錢的人 遊戲中花錢的人 那現在變成克金阿公阿嬤 那大家聽完了以後 你又看到說什麼 金孫願意去拍照啊 會讓克金阿嬤越來越高興啊 等等等等的問題 今天你去看網路 網路裡面很多人在社群媒體 說五月二十四號我不能去 嗯 我願意資助多少人 多少人 可能說我願意資助十個人的高鐵票 跟五間飯店的住宿費用 然後就讓大家上來 就讓大家上來 所以有很多不能上來的人 在市群媒體裡面 他願意資助那個巴士 十萬塊 誰願意在哪裡集合上來 我願意資助幾間飯店 甚至於我們看到的說國內 甚至於連國外的都有傳達說 也願意資助住宿費 交通費 嗯 那如果這樣一個形成這樣的狀態的話 這個太陽花就不一樣了 嗯 這跟太陽花就不一樣了 太陽花就大部分 有很多年輕人都在唸書 啊當然這一次去也有很多年年輕人等等 但是他背後背後 有了一群一群人 在做經濟的資助 嗯 那如果真的是長久的話 那外面是真的可以待很久 所以現在走到這一步的時候 因為對民進黨來說 其實民進黨大概是不願意衝的 當然當然 不希望外面衝進來 賴清德執政他怎麼會希望出現這樣 你立法院雖然是韓國瑜 當然 但你衝進來以後 是警政署要處理 那一場被佔領的時候 那我只問一句話 民進黨要不要驅離 不驅離 佔領喔 NCC同意權不要搞啊 考試委員同意權不要搞啊 如果你站到下會期 你長期抗爭 很好啊 預算不用審啊 什麼都不用審 那誰要來驅離 OK 會變成民進黨最大的痛苦 最緊張的時刻 一定是在要三讀的那個時候 如果要是三讀那個時間 二讀通過三讀前 那一段時間就很緊張了 你如果要是當裡面一宣布說 全案三讀通過 你可以想像外面那個場景的 所有那些的一些的狀況好 那當然大家都要理性的看待 所有這樣一些事情 其實我就講 剛剛我跟這個阿恆 去超商買咖啡 連超商店員都 欸這個以後 我們真的會被叫去立法院問嗎 真的 超商店員問 對我告訴你 已經問了好幾次 因為我有被問 我比他們早期 這是真實發生的 OK 連超商 超商店員 都會有疑慮的時候 你覺得在野黨的溝通 是不是不夠 好 認知錯誤你們成功了 好這第一個 那第二個 就是說不管是前坑法案 不管是什麼 三合一到底有沒有要審 其實一般民眾 不會懂那麼多 那剛剛也提到了 明天不會完成 這期處理就是沒有確定 連二讀都不會完畢 明天連二讀都沒有辦法完畢 因為按照 你看過去 因為法條 還有四十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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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個條文都一樣 一個民進黨立委會上去發言 然後呢 再來 國民黨就會提停止討論 然後呢 再來就要清點人數 點名表決 然後呢 進入條文的表決 沒有沒有 清點人數它一直都不進行 這就是我們質疑的 但是我講 但是因為上一次會議的時候 他們有一個叫做 停止清點人數 後續不要清點人數的提議 明天還要再提一次 這一次不同的會議 還要再提不同的 所以裡面會有很多很多 這種叫做程序性的拖延 所以明天呢 我必須講禮拜二 禮拜二 總共表決了二十條 明天能夠有十五條 我跟你講已經算好運了 那這樣到下禮拜二 恐怕都還過不了 不過過程當中 為什麼剛才 不過就有講到說 那個三國嘛 那個時候 王老師 這一次黃國昌 是 當然也有國民黨的委員講說 要感謝黃國昌總召 因為他是草殘戒劍上的草人 他把所有的劍 全部都吸在自己身上 那個過程當中 而且你看那個場外 剛才伊珊講的場外的 你聽到有多少聲音 喊的就是叫黃國昌 直接出來 出來打球 然後出來面對 王先生委員為什麼那天 在議場 在發表那三分鐘講話的時候 那雖然他昨天 在我們節目裡面講 他只花了二十秒 可是他二十秒講得很重 他一直不斷的在大媽 偽君子啊什麼什麼這些 所以這整個過程當中 黃昌變成這裡面很重要 很重要的一個人 而這裡頭 雖然他被講成這個樣 但對他來說 尤其他現在 跟國民黨這樣一些合作 對他來說真的是負面嗎 好首先 我還是回歸這個立院的權利的結構來說 再怎麼樣 傅崑崎總召還是比較重要的 如果接下來要解這個結 不是黃國昌 黃國昌已經死結了 他不會開 傅崑崎才是解開結的關鍵點 但是黃國昌他是一個非常好的 因為他死結嘛不會動 所以所有人都可以在他身上升文章 那傅崑崎呢還有機會動 那當然今天傅崑崎的梗 好像就是他說那個中南部 我們先把這個解決掉 就我個人的看法啦 就昨天晚上大家是講七個警察 陪他尿尿 所以他就是 就是立任有人看到 很多人陪他去尿尿 他需要對這個行為 有一個說法他來說 會不會有中南部黑道 所以我的解讀是這樣 他要指明是中南部 這三個字我無法解釋 全台啦 全台啦 反正的就是全宇宙的黑道 全宇宙的黑道都衝入立法院的廁所 所以顧崑崎要七個警察 陪他尿尿 其實像明顯剛剛問 因為有人真的有媒體問我說 那個陪他去尿尿尿的是哪一個寶的寶機 寶六啦 寶六啦 對 好現在大家知道了 好回來 回來這一個黃國昌的部分 黃國昌很多人解讀521到底是為什麼 其實我的解讀一直都是一樣的 就是黃國昌冤親債主聚會 大家去現場是要去普渡的 就是所有冤親債主都來了 各門各路歷史上過去跟黃國昌有合作 而後被他背叛而產生冤仇的 各路大小民團各方的財派獨派 通通都來了 七月還沒到 其實他們還不見得是朋友 七月還沒到 有些人搞不好是內在有矛盾 你看我不爽 我看你不爽 但看到黃國昌 大家就開始爽 因為一個共同的 不要說敵人 共同的對象 這些人就在一起 對 時機點又正好 黃國昌都卡在裡面 做一些他們剛好可以罵的事情 就是跟國民黨站在一起 此時不罵更奈何時 像堅哥上個禮拜來 他為什麼可以罵得這麼開心 之前來 今天來 為什麼可以罵得這麼開心 因為他在現場喊的時候 是萬人響應嘛 他一時脫離不了那種促勇的感覺 所以帶來這裡現場 所以這其實就是 很明顯大家需要有一個情緒的宣線 綠能少嘛 怎麼頭都不會贏嘛 那誰的錯呢 黃國昌的錯 藍營呢 這點 投票為什麼他們頭少 絕對是黃國昌的錯 因為白銀那八席 那八席如果是移動的 是可以移動的話 對對對 所以他們會把氣出在黃國昌 是可以想要覺得 你們白銀八席 然後八席 感覺上那七席 都聽黃國昌的 柯主席我沒有別的意思 我只是在講說 現在看起來 你們是團就團出的感覺嘛 對 所以綠營的人會把氣出在那 他們以前畢竟跟黃國昌 也曾經是佔有過 然後這時候 再看到你都跟藍營的人在一起 然後怎麼投票都輸 他們心裡當然就更火啊 不見得一定輸嘛 如果白銀站在這的話 他們就不見得會輸啊 好這是第一個 投票上 這個物理投票票真的投出來 第二個是人際互動上 黃國昌看到民進黨的 就是鬼吼鬼叫 大呼小叫 口水一直噴 那國民黨的意外的和善 不只是跟副總兆 有非常良性的溝通 就是不管是八頭還是末頭 總歸是良性的 甚至跟國民黨的戰神 許巧新 也在立願達成某種程度的和解 就是我們現在一起為了國會改革而邁進 你看許巧新多麼難相處的人 還會傳訊息叫你稍微注意一點的 碰到黃國昌也是高度的肯定他 他也知道說黃國昌這個時候 這個可以蹭 這個時候蹭下去是有好處 好那當然黃國昌自己也願意呈現出這樣的意象 而且更重要的一個點是 黃國昌在他很清楚知道 外面那些人怎麼來的 一定是網路動員 那如果明天現場人很多 我們才會說傳統媒體影響力出來 因為我們最近幾天也看到蠻多政論節目 已經在這個呼喚大家要站出來 那我們會把禮拜五二四的 如果人真的很多的話 五二四可以建立為傳統媒體動員 但五二一絕對是網路媒體新媒體動員 大家都過網路上傳播 所以黃國昌又在這個時候 那全天院會他都開直播 你搞新媒體我也搞新媒體 那就會使得在新媒體 包括像Stress上面的碰撞是非常激烈的 本來小草在五一九的時候是有點擂到 氣有點下去 氣勢有點不太好 但是透過五二一的碰撞過程 整個又帶起來 所以現在的格局是這個樣子 黃國昌在立院真的就只有一票而已 但是呢第一他居於這個法案 非常關鍵位置 就了解了 現在推出的藍白共同版本 黃國昌是主要的論事者 他把國民黨的版本拉來 去做最後的調整送出去 那在這個論的過程中 甚至有很多國民黨委員都是高度授權 就是你跟我的助理 喬朱來就好了 好這樣的印象 隨著黃國昌的直播傳出去 這個都是我看的都是我照的 好他就變成已經不再只是所謂的民眾黨黨團的總照 他是一個藍白結合力量智慧的頂點 他現在是國眾黨的總照 就是他就是最高點的那個 實際上國民黨的腦子了 那會不會影響到國民黨後續的策略 包括意識攻防不止法條 是不是會影響到後續意識攻防 他會不會自己也希望 我就希望衝突拉起來 更加去把我推增到國民黨最後 不能完全沒有 我就是國民黨接下來戰鬥希望之所幸 會不會五二四或者下個禮拜二的院會結束之後 形成這樣的局勢 我覺得國民黨是應該特別去小心 不過在整個你說從群眾上好 不管你說各自的支持者怎麼樣 那大家都不希望看到街頭上有任何一些的充足性 那你說在場裡面 看起來國民黨現在已經開始在排已經開始在排了 那就是我跟你講明天七點議場門一開 會不會再出現五一七那時候開始的一路像 先講一下 尤其因為黃國昌當講那一段以後 一定變成大家討論的重點 因為法調整要大家知道才能討論吧 這這兩個禮拜 兩三個禮拜大家為了徐巧新公佈一個密集的這個文件 然後大家都在大罵說 哇你行政部門他擅自就把這個公文列為密集 那現在對於立法委員要審的條文自己說 這叫機密所以我都不能講 所以你連立委自己支持的案子都不知道支持什麼 我實在不太懂 就是說這個邏輯到底是怎樣 確實我們在立法院裡面很少看到這種狀況 剛剛博弈講了 我都我都同意了 尤其是那個表 對啊 但他最少還是經過了立法院的程序 那國民黨當時自己要溫良攻擊 那是你的選擇 我覺得這時候不用出來講說 因為我們以前都不衝 所以我今天就跟你拼 那這種感覺上就是以前你這麼爛 所以我現在跟你一樣爛 那我跟你一樣比 我覺得這個你能不能接受這種論述 我覺得這是尊重國民黨 可是我懷疑 我就我的理解我還原一下 事實上民眾黨在517之前 內部對於國民黨的提案 跟他在要立法院進行抗爭 是有不同意見的 他的黨內的委員事實上也有兩派的意見 有一派是因為黃國昌就是跟國民黨走得很開心 那有一些委員確實是認為說國民黨所提出的那個版本裡面 有一些是有違憲的 甚至有一些跟大法官事件上面是有衝突的 所以重點在5月16號的晚上 黃國昌跟這個所謂國民黨的人進行了協商 這個協商就是把一些民眾黨認為說有違憲疑的部分 希望改採用民進民眾黨的版本 這就是後來有傳說是黃國昌自己一個人 跟什麼某立委的助理大家在那邊瞧瞧瞧瞧完了之後出來的 但重點是黃國昌說說講最高機密 剛剛博弈說這個尊重黃國昌個人 國民黨也把這個條文列為機密啊 你也沒告訴你的立委啊 你的立委也搞不清楚要投什麼東西啊 就是那一天就是大家政治上掛帥嘛 5月17號早上其實我們在跑立法院裡面 剛剛提到說柯建民一直在強調協商協商 5月17號早上其實有發生一件事 通常過去在這種所謂的爭議或者霸占主席台開玩笑 中華民國立法院哪次沒霸占啊 霸占多得要死啊 可是以前是怎麼做你知道嗎 就是說我今天九點要開議之前 基本上院長就會先宣布說休息 那天早上就我所知道柯建民有去找了韓國瑜 希望能夠召開協商 按照協商的概念就是說 院長如果同意召開協商是院長通知各黨團 但韓國瑜沒有做這件事情 有個人打了電話叫做傅昆琦 打電話給民眾黨打給黃國昌 就說現在要不要來這個協商一下 民眾黨當時的理由就是說 如果是院長召開協商我們就去 但今天不是啊 哪有什麼總召打給總召說我們上來 那不叫正式協商 所以民眾黨沒去 後來就發生了那個紛爭 一直到十點多吧 韓國瑜正式的說打電話 就是有通知說大家協商 所以十點多才開始協商 剛剛提到那個王金平當院長的時候 確實王金平很會協商啊 可是如果大家還記得 當年馬王政爭 馬英九真的在乎的是 王金平跟柯建民怎麼樣嗎 你如果看後來的消息 其實是馬英九最生氣的是 你王金平什麼都在裡面協商 協商到最後呢 我馬英九令不出國民黨 拿這個東西就不斷的放大 不斷的放大嘛 所以你說今天我先講喔 我認為最大的輸家是誰 就韓國瑜嘛 你今天擔任院長的這個角色裡面 說實話 民進黨要怎麼主張 國民黨要主張 但是他們的事情 可是你院長現在在協商的 這件事情上面 說實話你今天打成這個樣子 韓國瑜那天衣服都被扯到歪掉了 你就好看嘛 第二個 因為在明天的時候 現在開始公民團體有串聯嘛 說要九點到立法院集結 說會不會變成太陽花 老實講我甚至知道連綠營的內部 都認為不太可能變成這樣 因為很簡單 民進黨現在是執政黨 民眾現在對於在野黨跟執政黨來講 因為執政掌握有行政權力 但我認為五月二十一號 跟五月十七號晚上的程度 是不太一樣的 我不太認為 需要去把五月十七號的集結 做一個污名化 五月十七號晚上 也有很多年輕人在立法院外面 我有去現場啊 我個人有去現場 我給各位看 因為這是我自己拍的一些的 這個照片跟影片 要證明一下小弟本人是有到現場去 那其實那一天最多出現的是什麼 你知道嗎 最多出現的口號是這個 對不起 因為人太多 手有點抖 叫邪尋黃國昌 最多在現場喊的 其實都是在說黃國昌出來變 對黃國昌出來打球 你說去罵國民黨的有沒有 老實講有 我也必須講我自己親眼看到 有一個穿著迷彩服的人 他就穿著一個奇怪的迷彩服 然後拿著手機在那裡自拍 然後就這樣從後面走到前面 說哎呀大家不要在這邊 大家衝大家衝 我跟你講現場沒人理他 就是如果你把那天晚上定調說 叫做說哇就是動員啊 那喊講說抗爭 我記得都講你都震到現場去 他們其實就很平和 然後那邊唱唱歌 然後那邊喊口號 你一把他弄成抗爭 可是521其實有點不太一樣 為什麼這是組織性的動員 這個組織性的動員包含到 雖然我不知道這些台灣公民陣線 還有什麼公投戶台灣聯盟 還有台灣經濟民主聯合 這個過去其實老實講啊 這個太陽花的時候 這些團體都出現過 所以明天的狀況就會回到的是 我不認為會有好的結果 因為國民黨在稍早之前 正式做了回應 朱立倫說他祝福是昨天 他今天說什麼 他說賴清德演說的內容 非常的賴清德 我在想說什麼東西 賴清德 他就講說反正anyway 他講說全部都是空談 今天傅崑奇抓著賴清德的一句話 希望明天能夠做到的少數服從多數 好了無解了 就無解了 那就直接大家硬碰硬 17號的那一天 叫做多數跟少數 我想大家過程都知道 我其實老實講 我真的還很少很少看過 就是連讀都不讀 對啊 然後到最後 大家表決完了說不好意思 那一天就直接結束 你知道嗎 那天其實在下午的時候吧 還是傍晚的時候 因為有協商 韓國瑜甚至有提出說 今天是沒辦法解決 是不是延到禮拜二 國民黨強烈反對 認為當天一定要過 民眾黨也強烈反對 民眾黨的反對是因為 他們覺得因為黃國昌已經協商好了 所以那個叫做藍白共同的提案 不再是國民黨各自的 可是沒有人知道提什麼啊